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之前呢 我们先做两点修正 做两点修正 就是上堂课讲的问题 这个其中有一个概念呢 这个我们讲了两个例子 其中都牵扯到叫做绳子是柔软的这个概念 是吧 那么下来有些同学呢跟我进行了讨论 那么这个柔软的概念的话呢 我们可能再重新说一下 大致再重新说一下 有一道题的话呢 就是说我这个绳子呢是整个往下落 是吧 然后呢到地上呢盘起来 那么这是下落的 下落的话呢用了一个叫做绳子是柔软的 绳子是柔软的是这么来理解了 这个如果你找一根线绳 比如说缝衣服的线绳 那么什么叫柔软呢 就是说你会发现呢 你往这边你几乎不用这个 这个 给它受力 你就会发现呢 这个绳子呢就开始弯曲了 所以就换句话说呢 这个绳子不能有支撑力 是吧这个就去就叫做柔软的 就是你你比如说我们的线绳线绳呢 如果你把这个本来是这个拉直了的线绳 如果你这两端往起呢 往一块靠拢 两端往一块靠拢呢 你很快就发现那种绳子就打弯了 所以呢它没有支撑力 所以第一道题啊 就是这个向下的这道题啊 所谓绳子是柔软的 就是这一端往下下降的时候呢 并没有受到下面这个给它的支撑力 所以呢可以认为是最为落体 但是呢第二道题里啊这个柔软的条件呢就有问题了 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小的质量 是吧 那么现在呢这个绳子呢 是它往上抛 它往上抛的时候呢 这个绳子柔软的话呢 就不能这样来理解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绳子啊 往上抛的时候呢 它对下面呢 是往上拉的一个力 它并不是说我这个往一块靠近 说是绳子打弯 并不是这样 所以这里呢 是应该有一个张力 有一个张力T 这上次呢 我们讲的地方有误的 就是下面呢 会对这个上的这段绳子有一个张力T 那么的话呢 但是我们列方程的时候啊 我们列方程的时候的话呢 那你看到我们列的方程呢 好像没有这个张力T 是吧 我们写的是λ 这个乘上L 然后再是V 然后呢是Δ 然后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负的 然后的话呢 是这个M加上λL 那么然后呢 是G 再乘得的T 是吧 还记得吧 这个是上次我们写的方程 上次我们写的方程 那你看到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仅仅有重力 给它的冲量 仅仅有重力给它 我这应该 对不起 我应该写个板仓哪去了 怎么板仓没了 到这 我在这地方应该写 这乘得的T 是吧 这是冲量 这是冲量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 有同学就会问了 这个你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 为什么这个冲量 只有上次的重力的冲量 没有这个拉力的冲量 道理是这样的 就是实际上呢 这个 我们说了 我们的冲量定理 大家回忆一下冲量定理 冲量定理是说什么呢 说是说 整个这个体系的 这个动量的改变 是由外力的冲量引起的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这里呢 你看到这个这个T啊 实际上是内力 就是下面这团 给它一个拉力 它给下面这一团 一个拉力T 这是这是内力 我们在这个计算 用冲量定理的时候呢 并不需要考虑 内力的 这个冲量 因为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推导 这个 还记得吗 我们在推导 这个多体 多质点体系 这个冲量定理的时候 内力是两两相消的 所以内力呢 在这里不起这个作用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实际上它受的是 哪两个力呢 这样一共是 这个一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桌面 给它的正压力 叫N 这是上次 我们没有 没有写出来的 然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重力 对它的整个的 这个体系的话呢 这个它所受的重力 外力只有这两个 一个呢 是桌面 给它的正压力 T 这个N呢 还有一部分的话呢 就是整个这个绳子 所受的这个重力 是吧 应该是记住这两部分 那么现在重力N呢 我们现在实际上的话呢 这个在这道题里 做了一个假设 就是这个重力N呢 正好平衡掉 在桌面的这个绳团的 这个重力 是吧 就换句话说呢 我们现在就等于说什么呢 就是MT乘G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是假设了 它是等于桌面 给它的正压力 现在这个MT乘G啊 是指的 仍然在桌面上 这一团绳子的 这个质量 质量 那么剩下的重力的话呢 就是对于 已经浮在空中的 这一部分的 这个 因为这个 对于浮在空中 这一部分 我们这个N呢 是没有给它支撑力 这个N呢 我们在这里假设了 就N呢 是仅仅等于 仅仅等于 就是摊在桌面上的 这团绳子 这个什么 所以剩下的的话呢 这个外力的话呢 仅仅剩下这部分 就在空中的 然后乘上的RT 是吧 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上次的推导 实际上是基于这个 我们上次的话呢 说柔软 没有去考虑张力 是不对的 这张力是要考虑的 但是张力的话呢 这个绳子的拉力是内力 内力的话呢 在整个考虑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考虑 好 那么我们做这么一点修正 下面呢 继续我们的课程 我们上次讲到了的话呢 就是 你如果在一个旋转系下 一个指点呢 它所 这个满足的方程 在一个旋转的 非冠性系下 那么你有什么呢 你有等于 它是等于F F是真实力 所谓真实力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找到 这些这些力的起源 就是别的物体 施加给它的 那么作为这个 这个牛顿第三定律的 一个推论 这我现在这个质量呢 也一定施加给那些物体 一个反作用力 这叫真实力 就你可以找到 给它施加力的 这个这个起源 是吧 同时呢 你也可以找到呢 就是这个小 这个小物体 这个质量M 这个小物体呢 对于那个 那些物质的 或者那些物体的 一个反作用力 这叫真实力 那么剩下有两个力的话呢 我们找不到 这样的起源 其中呢 一项的话呢 是跟这个 小物体的速度有关的 是吧 相对于这个参照系的 这个非冠性参照系的 速度有关的 我们称之为 叫科里奥里利 还有另外一项的话呢 我们写作 就是跟它的位置有关的 离这个转动 转动轴 或者转动原点 这个位置有关的 我们称之为 叫做离心力 那上次我们举了 一个例子的话呢 我们讲到这里就是 如果我们考虑地球 是吧 考虑地球的话呢 如果这个地方是赤道 这个地方是赤道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在地球上 当然了 在地球的话呢 是这样来转的 是吧 就是北极在这里转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认取一点 在地球上认取一点 那么我们做这个连线 做这个连线的话呢 我上次啊 把这个 这个 纬动脚取成这个的 是吧 这个也是由于什么呢 等到以后你们求 你们这个 这个学球坐标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经常是这样取这个角度 是吧 正好跟这个实际的 纬度的角度 是相反的 因为这些气味的 讲量子力学 我前两天再给他们讲 这个 就是这个 薛定格方程 在 在球坐标下的表示 其中的一个角 就是取成这个角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 对于地球来说呢 我们定义的纬度角 是这样的定义的 跟赤道的角角 跟赤道的角角 这是我们上次 在这推导里的最后出现问题 这个这个 这个原因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对于它来说 这个我们说了 如果你考虑 如果呢 你把这个 我们知道地球呢 是在这里旋转 所以它是一个 非光性参照器 非光性参照器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在地上的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物体 它除了受到地球引力的 作用之外 是吧 受到地球作用力 当然了 地面呢 会给它一个支撑力 那么如果这个物体的话呢 在这个方向不运动的话 那我们当然知道呢 给地球给它的支撑力 或者地球表面 给它的支撑力 就等于引力 是吧 那么这个支撑力 就是我们称重量的时候 所体现出来的 就是我们就管它叫做 表观的 叫叫做重量 平常的叫做重量 这个但实际上呢 这里的重量 并不仅仅是引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考虑到的话呢 这个 你在这里转的时候 如果这个体系在这转的话呀 尽管这个物体是静止的 它仍然受到一项离心力 是吧 受到一个虚拟力 这个虚拟力的方向的话呢 当然就是指向这个方向 是吧 是从转轴开始算啊 从转轴 我们把转轴呢 作为这个转动的原点 是吧 我们把这个地方的话呢 所以它受 还受到一个呢 叫做F 这个的话呢 当然了我们知道是等于 这个Om2 按照那个套那个公式 方向是指向这个方向 那么 哎 我刚才写的公式呢 在这里 那么再乘上质量 那么呢 还要再乘上这个长度 所以注意你现在的长度 不是指的到地心 这个长度而 而是指的什么呢 到转轴的距离 是吧 到转轴的距离的话呢 我们称之为 叫做小尔 那么应该是乘上小尔 那么现在的话呢 从这张图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小尔的话呢 又可以写作什么呢 这个小尔的话呢 是这个角度的正转 那么实际上可以写成呢 我把这个角度啊 我把这个角度呢 如果叫做败 是吧 那么你现在可以看到呢 这个小尔的话呢 可以写作地球半径 这是地球的半径呢 我们用大尔来表示 可以写作地球的半径 然后乘上 Sine Phi 是吧 Fine是这个角啊 注意不是这个Posine 这个角 那么根据这个三角的话呢 我们得到它 但是的话呢 我们知道 范与Posine加在一起来 就等于整合等于90度 所以现在的话呢 你可以得到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M Omega方 然后乘上大R 然后乘上CosinePosine 是吧 乘上CosinePosine 所以呢 这个呢 是受它受到的 这个 这个叫F啊 是受到的 受到的这个 叫做离心力 是吧 这个称之为叫离心力 离心力 那么离心力的话呢 原则上我们真正看到的 这个表观重量 应该是二者之合 就是你做一个平行四边形 你做一个平行四边形的话呢 那么你真正看到的 应该是这二者之合 我们管它叫W 是吧 你这看到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称重量 实际上看到的呢 应该是这个力 是吧 应该这个力 但这个力的话呢 你这个 的教科书里头有了 教科书里头有的话呢 就是这个离心力啊 比上MG啊 实际上是非常小的 教科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我今天早上大致扫了一下 好像是0.35% 所以的话呢 这个力是非常小的 是吧 这个离心力是非常小的 非常小的这种情况下啊 我在这里的话 都有点夸张了 但真实的情况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样子 真实的情况呢 应该是说 我这个W啊 实际上非常靠近MG 就是与MG的话呢 几乎是同方向的 就MG的话呢 这个受一个力是MG 那么的话呢 我这个W啊 实际上的话呢 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我现在的这地方 我把这个离心力画的太夸张了 是吧 因为离心力呢 实际上是非常小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 一个好的近似 我就干脆呢 把W呢 认为是与MG呢 是同向的 把这个W呢 认为是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就有什么呢 我们就有W啊 现在就约等于什么呢 约等于MG 然后呢 加上什么呢 加上我这个离心力 然后呢 乘上这个角度啊 我们叫做cos 我用一个λ吧 或者用α吧 α吧 我告诉你是哪个 α角的话呢 实际上是 这个角 就是 这个角啊 这个角呢 是α角 就是让我们把这个F啊 这个做 在MG的方向做投影 那我们看到这是个顿角 那么这个顿角的话呢 实际上跟这个ps呢 是加在一起呢 α加ps呢 实际上180度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啊 就写作是等于MG 然后加上F 然后是cos 然后是π减ps 那我们再多写一步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就是MG 然后减掉F 然后cos 那么然后呢 我们再把F带进去 F的话呢 我们一来上都有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MG 然后呢 是减掉M Omega方 然后乘大R 乘上cos π 然后呢 再乘一个cos π 所以我最后得到是什么呢 我最后得到的是MG 然后减掉什么呢 减掉M Omega方 然后是R 然后是cos 三平方 πs 是吧 这个呢实际上你就是看到的 这个是两个合力之合 那么由于我的物体啊 这个不动 所以的话呢 我表地球表面 或者是说你那个秤 如果你假想你再用一个秤 秤的话呢 现在在秤这个物体 那么这个达到平衡的时候 这个秤的这个托盘 给它的支撑力 正好应该是跟 这个W 正好是应该平衡的 那么这个支撑力 实际上就是你这个秤 看到的重量 是吧 看到的重量 那么一个有意思的结论是什么呢 那我们看到啊 一个有意思的结论的话呢 就是 你越往赤道靠 你越往赤道靠呢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纬度角呢 就越小 纬度角越小的结果呢 就使得 后面这项的绝对值越大 因为我们知道cos πs 当πs等于零首是最大 所以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同样一个物体 同样一个物体的话呢 如果你在赤道撑 就显得要轻一些 如果你跑到北极 那是最重 是吧 北极的时候 这个πs等于这个 这个90度 90度后的那项呢 就完全是零了 那时候呢 就真的就成了这个MG了 是吧 它的真实重量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给我们一个 这个一些有益的提示啊 这个假如说你要做生意 是吧 那么你最好的怎么办呢 就是你跑到赤道去呢 那你要买东西的话 那你买什么呢 最好买以重量 这个这个微单位的 比如说买石油 买铁矿石 是吧 在那的时候要撑的轻一些 是吧 然后你运到北半球 比如说运到上海 是吧 那那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你的矿石就显得重一点 是吧 所以你卖出去的钱呢 就多一点 对不对 那么然后从上海的话呢 你要不贩卖东西到这个赤道去呢 那你最好不要用重量的 你比如说你卖一些 这个高辅加值的 是吧 卖古董啊 卖这个瓷器啊 对吧 卖这种高辅加值的 就不按重量来算 这是就是我们学这个力学呢 不但要学到一些力学知识 还要学到一些有用的 有用的东西 对不对 明白了吗 好 我们下面呢 我们先我们这个是这个 说一点这个这个 这只是这个什么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做一点严肃的事情啊 我们刚才是开玩笑 然后我们下面做一点严肃的事情 我们做点严肃的计算 这个我们来看一张一道例题 就是例题2.12 讲1到21 教科书50页上的例9 我念一下啊 宽为两地 长为四地的卡车车厢 被车头牵引 在内半径维尔的道路上 靠边 匀速 顺时针行驶 车厢的后门打开着 地板的后侧中间位置 有一个小木箱 它与地板间的 注意那摩擦系数 应该改成净摩擦系数 为命 净摩擦系数为命 为使小木箱 不会掉落到车外 求解卡车行驶速率的可能值 是吧 这个这个是这样一道题 好 那我们来来画一个图 是这样一个 就首先呢 你有一个内轮 是吧 有这个这个路 这个路呢 是这个样子 是吧 就是换句话说呢 你这个 这个道路的轨迹 道路啊 是个圆形的 是吧 是圆形的 我们只画其中一部分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有一辆卡车 这个卡车的话呢 长的话呢 是四倍的地 是吧 长的话呢 是四倍的地 那么宽的话呢 是两倍的地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搁一个小箱子 我搁一个小箱子 我在这个地方 就是位置为地的时候 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车的话呢 是以微这么一个速度 绕着这个轨道 这样来转的 注意这个速率呢 是横定的 是这样来这个来转的 那么 那根据我们的经验的话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车在这里转的时候啊 这个车在这里转的时候呢 如果你转的 这个我们坐车的人都知道 你坐的时候的话呢 你自己 这个转圈的时候 你自己会感到 身体有一个力量 受到一个力量 往往甩的力量 是吧 甩的力量 那么现在就问你的话呢 这个 如果的话呢 这个 这个小的木箱啊 与这个车的底板的话呢 仅仅靠静摩擦力来 来支持的话 那么你这个速度大到多大的时候 这个小木箱就有可能动 就可能甩出去 就是这个静摩擦力呢 已经无法维持住 它的静止状态了 是吧 这道题就是这么一个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受力 这个小木箱的话呢 你首先的话呢 你看到它实际上 要受两个力 受哪两个力的话呢 当然我们这里 现在不去管重力了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 好像是垂直的 实际上是平着的 是吧 在水平位置 这个在地面的 所以重力我们不去管它了 那么它现在受的两个力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它既然要整个这个体系 是绕着这个半径 这个维啊 半径维尔的这个远轨道 在这里运行的话 那么首先呢 它就会受到一个向心力 因为我们知道你在这个 任何一个远轨道上运行的物体 都会受到一个向心力 是吧 都会有一个向心力 向心力的话呢 那么除此之外呢 那么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 这个车的 车的中心 那我们看到这个车 如果这么转的话 实际上这块的话呢 也会在这个 绕着中心欧 做一个旋转 因为这个车 如果行驶到这个位置 行驶到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么你会看到 这个小箱子呢 现在就跑到这来了 对不对 那么相对于中心欧的话呢 它本来是这个 在水平方向的 现在本来是东西向的 那么现在转到这个位置 成南北向了 所以的话呢 它绕着中心欧呢 也在做旋转 那么在这个做旋转的话呢 但是现在对于中心欧来说呢 它是一个 这个非惯性系 因为你这个参照系 现在实际上在旋转 是吧 这个参照系在旋转 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 这个参照系里呢 它是应该受到一个离心理 所以的话呢 它实际上受到两个力 一个力呢 是真实的力 就是由于你要绕着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轮盘 在这里拽 那么的话呢 它会受到一个向心力 这个向心力呢 是圆盘施加给它的 就控制住它 拽着它 不能让它离开这个圆盘的这个什么 所以这有一个向心力 同时呢 由于你这个参照系呢 是一个非惯性系 所以它会受到一个离心力 但这个离心力呢 是个虚拟力 这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由于你这个 现在呢 实际上是绕着欧点 在这里做旋转 在这里做旋转 所以现在呢 它一共受到两个力 那么要想确定这两个力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就是来确定 它的加速度 首先呢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的话呢 这个这一点 相对于欧点的这个加速度 是吧 那我们说了这个加速度的话呢 是完全由于我的参照系 在这里转的 这个引起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按照就是 就是我们已经上次算了 这应该是等于什么呢 应该是等于Omega 然后的话呢 乘上R 是吧 乘上R 这个 那么R的话呢 这段距离呢 从现在这个距离来说的话呢 长度的话呢 是多少呢 总共的长度是4D 那么到这个 到O的点的距离的话呢 是两倍的D 所以现在A别啊 它现在是等于Omega平方 然后乘上两倍的D 然后方向的话呢 应该是沿着 一揉的方向 所谓一揉的 或者叫做 叫做一耳的方向吧 我们叫做一耳的方向 一耳的话呢 就是 从 这一点 是吧 指向这边 所以一耳的方向呢 是朝这个方向 是朝这个方向 一耳的方向 这是它受到的 这个 由于我这个参照系 由于这个卡车的车厢参照系 是非惯性的 引起了一个虚拟加速度 是吧 那么完了以后呢 我要如果想求这一点的 对于实验室系的 这个真实加速度怎么办呢 那你只需要再知道 这个所谓A千连就行 所谓A千连的话呢 就是卡车 相对于 我这个地面固定的参照系的 加速度 然后二者相加 就是这个小箱子 相对于地面系的加速度 对不对 就是我们现在 所以下面的话呢 我们再求一下 就是A千连 A千连的话呢 实际上呢 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我这个卡车参照系 对于或者是这样 就是卡车参照系的圆点 是吧 这个欧点 相对于我这个圆盘参照系 地面参照系的加速度 那么这点的话呢 也不难求了 这点的话呢 那我们知道的话呢 应该是等于V平方 这个加速度呢 是应该等于 这个圆点 是吧 这个 它的速率 整个这个车厢 绕行的这个速率 然后乘上呢 从圆点 到这个圆芯 这叫欧一撇吧 到欧一撇的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等于多少呢 这个距离的话呢 是等于 就是大尔 加上一倍的地 是吧 因为它的宽度呢 是等于两倍的地 是吧 所以这正好是等于一倍的地 那么方向的话呢 我们管这个方向呢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我看看我用的什么记号啊 这个方向呢 我们 给它用一个记号 我们叫做AO吧 AO一撇吧 管这个方向叫EO吧 EO一撇 就指向这个方向的啊 注意是指向这个方向 叫做EO一撇 那么 指向这个方向的 所以是两项这个什么 这个V的话呢 然后我们画一下 其实现在的话呢 这个我们两项 我们这个 这个 小木箱啊 对于实验室系 对于实验室系 所说这个 真实的加速度呢 应该等于二手之和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求A1撇 我们来求A 那么现在的话呢 所以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A 现在是等于A1撇 加上A 牵连的 这是根据 这个加利率 加利率变换 是吧 根据加利率变换 就是 A1撇 是 这个小木箱 相对于我这个车厢 参照系的 加速度 那么A1撇连呢 是相对于我这个 车厢参照系的原点 相对于实验室系的 原点的加速度 那么二者之和 当然就等于小木箱 相对于实验室系的 这个加速度 是吧 那好 那我现在把二者之和呢 放进去 那你就看到呢 它现在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 Omega 等于Omega平方 然后乘上两倍的D 那么现在呢 再是一二 那么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就是V方 那么除以R加D 那么最后呢 再是一欧一撇 向量 是吧 但是从这张图上 你就看到 这个一R跟一欧一撇呢 正好是互相垂直的系 是吧 垂直的系 所以现在的话呢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小木箱 所受的这二立之和了 是吧 那么现在M1呢 就等于它受到的离心力 以及对于实验室系的向心力之和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写成就是M Omega方 然后的话呢 是两倍的D 然后的话呢 再加上MV方 然后的话呢 是R加D 那么现在呢 是一欧一品 是吧 这个呢 是它受到的这个离 受到离以后 那我们看到 这二者的话呢 那么二者的合离是什么呢 二者合离呢 就是利用平行四边形法则 你如果的话呢 让我把这个合离的话呢 呃 如果的话呢 这个 这个离心力是这么长 那么这个向心力呢 是这么长 是吧 这么长 那么二者之合的话呢 应该是做个平行四边形 然后取 这个对角线 是吧 这个呢 如果叫F 如果叫F 我们把F呢 就写 哦 这个叫大F 叫大F 这个呢 叫大F 这是我们的大F 那么现在呢 那么大F的话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大F的绝对值 大F的这二者之合呀 因为是二者呢 现在是 这两个参照器 这个坐标桌 正好乘九度 所以二者之合呢 就等于 它们的平方 之合 所以现在呢 这个我们就有什么呢 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现在呢 就得到呢 F F的绝对值 F的绝对值 就应该等于 二者的平方 先把这个第一个 先写上就是M Omega方 然后两倍的D 平方 再加上后的这个 就是MV方 然后呢 是大R加小D 然后平方 哦 别平方 现在 先 你把它 你把它 扩起来 然后平方 然后再开根口 然后再开根口 对不对 那好 那下面的话呢 我把它带进去以后呢 那你就得到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里头呢 是M Omega方 平方 Omega呢 现在应该是四次方 四次方 然后呢 是D平方 二的平方呢 是四倍的 然后这是 后面呢 是什么呢 是M平方 V四次 然后底下呢 是大R加小D的平方 是吧 这是F 好 那么现在啊 我们就把这个 整个这些计算完了以后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道题就结束了 首先第一问 他 首先我们看到问的什么 他告诉呢 就是 当这个摩擦 是吧 速度V多大的时候 我们要求的话呢 这个 这个箱子仍然是静止的 是吧 就甩不出去 那么的话呢 显然这个条件呢 就是这个力应该小于等于什么呢 应该小于等于 净摩擦力 净摩擦力的话呢 应该是等于M 然后呢 摩擦系数 乘上正压力MG 对不对 所以这面好办 但是呢 现在我们仍然有一个困难 有一个困难是什么呢 就在这道题里头啊 它仅仅给了V了 并没有给你这个小的 这个这个车厢 这个就是这个小木箱 相对于O的旋转 这个角速度并没给 但是不要紧 为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这张图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二者之间是有 是有联系的 有什么联系的话呢 就是当我这个V啊 这个向这边走的时候 那我这个车厢呢 当然是绕着O一撇 做旋转的 对不对 它有一个角速度 同时呢 从这张图上 我们看到呢 当你这个车厢 走的一圈以后 转过来以后 这个小木箱 应该回到原来的位置 所以换句话说呢 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 这个小木箱 相对于O的旋转的角速度 正好应该等于O 相对于O一撇 旋转的角速度 这样就是相等的 这点清楚吗 原因就是什么呢 我这个车厢呢 转一圈以后 又回到原来这个位置 它角度又 对不对 又正好是转了两拍 就是你如果这个车厢呢 绕着它转了 这个圆呢 转了一半的话 转了一圈的话呢 这个小木箱 绕着O这个转的角度呢 正好是360度 360度 360度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V呢 实际上是与Omega呢 有一个联系的 这个V与Omega的联系 我们就直接的就可以写作呢 你小木箱 相对于车厢中心的旋转角速度 Omega Omega 那么等于Omega T OmegaT呢 是什么的 OmegaT就是O 相对于O一撇的 旋转的角速度 那么这个东西呢 是马上就可以求出来的 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V除以什么呢 除以大R 加小D 对不对 这个号 那现在我唯一需要做的呢 就是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以后啊 我上面那个条件呢 现在就改成这个样子了 就改成就是四倍的 然后是什么呢 Omega平方 M平方 然后Omega4呢 现在我们可以写成什么呢 写成就是V4 除以大R 加小D的 然后是平方 四次 那么最后呢 再乘上D平方 然后呢 加上这个M平方 然后是V平方 V四次 然后呢 是大R加小D的平方 现在要小于等于M乘MG 这就是条件 你现在需要V需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V解出来就是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 大家看讲义 讲义的话呢 这个22页的146式 你把这个V解出来以后啊 你就解出来的条件是什么呢 是等于V零方 那么小于等于什么呢 就是M乘G 然后的话呢 是R加D 那么最后平方 那么完了以后的话呢 是根号 然后是R加D 那么然后呢 再平方 然后加上四倍的 这个D平方 这就是最后的答案 最后的答案 这道题呢 给出我们的话呢 实际上这道题实际上的话呢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就是你主要是分析一下啊 这个小木箱所受的力就完了 是吧 这道题的话呢 因为它告诉你静摩擦力 你所受的力 这个总的合力 如果小于静摩擦力的话 那这个静摩擦力就能够保持使得你静止不动 是吧 那这个 所以直接了当的 那么我们下面去再举两个例子呀 是这样 就是 这就是我顺便说一下的了 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啊 这个 与中学的课程不大一样 中学的课程的话呢 是有点像我刚才这个分析味道 就是你把所有的力啊 还有这个 这要进行分析 要用这隔离法进行分析 那么等到以后呢 的话呢 我们做物理的话呢 很多的情况你会发现呢 就是你根据物理的一般性原理 把方程写出来 在我们这里的话呢 几个 我们现在已经学了 就是牛顿第二定律 我们还学了什么呢 就是动量守恒 还有冲量 现在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学了三个 这个 呃 一个定 这个牛顿算是定律吧 那么后台两个呢 算是定理 是从牛顿方程推出来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逐渐的过渡到呢 就是我们先根据一般性原理 写出方程 然后呢 是求解方程 等把方程求解完了以后 得到的结果 再去想一想 它的物理结果呢 是不是合理 是吧 这个的话呢 是以后这个 你们做科研工作呀 或者以后学习别的课程啊 这个所要做的事情 所以从现在呢 我们要在这个课程里呢 就是逐渐的使得 你的这个思维方式呢 慢慢的用 向这个方向靠拢 是吧 向这个方向靠拢 比如说我们上次的话呢 这个我们做的 比如这个绳子向上抛的 是吧 向上抛的 向上抛或者向下降的 是吧 这两道 这个两个题 你比如说 就是拿绳子向上抛吧 绳子向上抛的话呢 那么如果你要是看这个教科书的话呀 那你会发现的话呢 这个在教科书里呢 用的方法里的呢 是真实考虑 先考虑一个T加德的T 再考虑一个T时刻 考虑这个这个绳子 在空间浮动的这个 这个绳子的这个动量 是吧 然后二者相减 二者相减 你看看这个是你这个这个的教科书里的这个 给出的这个解题方法 那么我在我们这里的话呢 我们只是跟了根据这个动量的定义 就是你在空中这一段 在空中这一段呢 它的动量的话呢 那显然就是M 加上这个 蓝达 然后L 再乘V 是吧 那么呢 这个是它的动量 等于它的动量P 那它的这个改变 那我们就直接了当的就写了一个德 是吧 那前面写了一个德 就表示两个时间间隔之内的 它的动量的改变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说了 直接利用冲降定理 就写成M 加上蓝达 然后L 然后呢 再乘上G 再乘德的T 这是冲量 根据冲降定理 就直接写出这个 剩下的话呢 我们把它划成一个微微方程 然后来解方程 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越来越这样来做了 是吧 就是直接的把这个结果写出来 就是直接利用定理 直接利用定理的这个 然后把这个方程先写出来 然后剩下的呢 就去解方程 是吧 等解除方程以后的话呢 那么你再来分析 你得到的结果 是否 具无理意 在以后做工作的话呢 都是这样 那么 如果的话呢 你发现你得到了结果的话呢 这个 这个无理意的话呢 好像与这个直观 这个有出入 那你就需要再检验一下 你整个的推导 当然你要先检验一下 你的假设是否正确 是吧 就假设的是这个 就是我写出的方程是这个 当然在这里的话呢 我做了一些什么假设呢 我做了的话呢 我们刚才看了 就是这个地面的正压力 给它的正压力 正好等于 我还剩下 在地上盘着的这团绳子的 这个 这个重力 是吧 正好互相抵修 那么这是的 做了一步假设 那么在这种假设下的话呢 我得到这个方程 那么下面呢 我就来解这个方程 解这个方程呢 通过然后我看看 我得到的结果呢 是否合乎 这个物理 物理意义是否清楚 是吧 通过这样这个什么 以后呢 我们就越来越采取 这样的思维方式 下面我举的两个例子 大家就会看到 就具有这样的 类似的这个性质 那么下面呢 我们举的两个例子呢 也是教科书上的 这个例子 我希望呢 大家呢 把我们在课堂上 给的解法 与教科书上的 给的解法 做一个比较 是吧 你就可以慢慢的体会到呢 以后我们就越来越 要向哪个方向 靠往 是吧 越来这个 我们的思维方式 就应该这个 至少我们这个课程 是希望大家能够 给大家一个过渡 从原来这个中学时代 的这个思维方式呢 慢慢的向大学的这个 或者是以后 做科研的这种思维方式 这个靠往 是吧 这么一个过渡段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再举个例子呢 就是力2.13 教科书六实验上的力10 我念一下啊 半径为尔的水平原盘 注意是水平的啊 通过盘中心 欧点的竖直轴 以角速度 奥米格 均匀旋转 盘上站立的射手 从盘的边缘A处 以相对于盘 以水平速度为0 发射子弹 目标是直径AB 另一端的B点 设奥米格尔 原小于原小于V0 并略去重力 和空气阻力的影响 为击中B 视求发射方向 与直线AB间的夹角 同时确定 子弹相对于原盘的轨迹 相对于原盘的轨迹 我们来看看这道题 来怎么来做 是吧 我们看看这道题 怎么来做 那么呢 提给的话呢 是说你有一个水平 置放的圆盘 水平置放的圆盘 那么这个圆盘的话呢 那么现在是在旋转 旋转的话呢 我们给它一个 这个确定的旋转方向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 右手螺旋法则 我们假设的话呢 这个旋转呢 是这么旋转 这种B的 那么右手螺旋法则呢 就告诉你大拇指的话呢 告诉你呢 我这个轴呢 旋转轴是指向指外的 指向黑板外的 那么现在呢 而且是正方向 正方向指向黑板外的 那么现在呢 我有一个 这个 直径 AB 那么我现在呢 这有一颗子弹呢 是这样发射出去 V0 是吧 出速呢 为V0 加角的话呢 那么我们把它定成什么呢 定成θ 那我希望我这个轨迹走于什么轨迹呢 我正好希望走一个轨迹啊 从这儿出去以后 那么然后呢 正好从B窗过 是吧 这B的话呢 这是整个一个 从这个对 这个直径对面的B点窗过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里头就是 你要想让这件事情 能够达成这件事情 那你就可见 这里头的话呢 跟你的出速有关 跟出射角有关 同时呢 跟你呢 我们一个有关 我们一个有关 旋转角速度有关 是吧 那首先的话呢 那当然了 要解这道题 那你明显的看到啊 我应该取哪个参照器最好 我最好就在圆盘这个参照器上 对不对 我就最好在圆盘这个参照器上 如果因为我的圆盘在这转 如果你要取实验室器的话呢 这个轨迹可能很复杂 对不对 所以我最好呢 就在圆盘上 在圆盘上呢 你就要考虑到 我这个子弹呢 在空中飞的时候啊 它除了受真实力之外 它要受虚拟力 对吧 因为我取的是圆盘参照器 现在我圆盘在这转 飞快在这转 那么现在的话呢 如果我要是这样的话 那么现在我就来看看 我这个圆盘呢 所受的力是什么 那我们就得到呢 就是MA1撇 MA1撇的话呢 那我们知道呢 你受的话呢 是有真实力 根据牛顿第二六里有真实力 同时呢 有两个力 一个力的话呢 就是两倍的这个Omega 我应该写上M啊 就是两倍的M 然后呢 是OmegaX乘V 还记得吗 这个是所谓这个科里奥里利 对不对 科里奥里利 还一个的话呢 是什么呢 还一个的话呢 就是加上M 然后是Omega4 然后是R1撇 是吧 就在空间中啊 你任何一点的位置 那么我现在以这个 这个这个对吧 这个 R1撇的话呢 你比如在空间 这个弹道这一点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所谓R1撇 就是如果你取 从这个开始算 从旋转 旋转头开始算 这个R1撇 是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啊 在这个里头的话呢 有没有真实力 那么我们看呢 按照提给呢 因为它是在水平方向转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它把重力 还有空气阻力 重力的话呢 是使得你下降 是吧 我们现在呢 是考虑在一个平面内 所以的话呢 在平面内的话呢 这个重力的话呢 它当然在这里 假设那个子弹速度很大 如果子弹速度很大呢 你重力的影响呢 略去不计 空气阻力也略去不计 那么这样一来呢 真实力也没有 因为现在这个子弹 是在空中飞行 是吧 如果你重力给忽略略了 空气阻力忽略了 什么力都没有 所以这一项都没有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们只有这样两项 就是负的两倍的M 然后是Omega 然后X乘V一匹 再加上什么呢 MOmega4 然后是R一匹 是吧 那么我们注意呢 另外一点呢 我们注意啊 它在这个条件里头呢 还给了一个什么呢 还给了这样一个条件 就给了一个呢 就是MOmega2 那么现在的话呢 是远小于远小于V0的 是吧 远小于远小于V0的 那么这个条件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条件就是 如果你比他 你比这二者相比 这二者相比的话呢 那你就会看到 就是他们的比值 MOmega2 然后呢是R一匹 那么现在的话呢 它与它的比的话呢 就是两倍的M 然后呢是MX乘V一匹 那么V一匹的话呢 那你就看到 这个东西呢 就约等于啊 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物理里头啊 经常要做些近似 是吧 如果你把所有的因素 这就说我们物理 是简约主义嘛 就是有些次要因素 我们要略去不计 是吧 在做这个计算的时候 那你会看到 这个东西约等于什么呢 约等于MOmega4 然后呢 这个R呢 是R一匹 是长度 底下这个呢 约等于什么呢 就是两倍的M 我们只取他们的这个模 就是Omega 然后呢 这个V一匹啊 我们可以近似的 把它取成V0 是吧 就是因为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V0啊 子弹的速度很大的 是吧 速率很大的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近似的 取成V0 那你就看到 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把 我们把M约掉 那么现在2呢 并不重要 那么最后再约掉一个 Omega4 那你就看到 它是等于 Omega二一匹 除V0 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 它远小于 远小于一 因为现在这个Omega二一匹啊 跟这个半径呢 跟圆盘半径啊 就差不多 大小的 是吧 同数量级的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它远小于 远小于一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Hot这一项 可以略去不近 这个听懂了吗 就是你比较一下 你在这个提给 就是提给的话呢 这个意思呢 就隐含着Hot这一项呢 相对于前的这一项 我们做了一个比值 你会发现呢 这个要小得多 小得多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把它略去了 略去以后啊 现在的方程啊 就化成这样一种形式了 化成一种什么形式呢 就化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现在就有什么呢 我们就有M A一匹 那么约等于啊 注意我这个号是约等于 约等于什么呢 约等于负的两倍的M 然后是Omega X乘V一匹 就只剩下克里奥里利了 是吧 因为真实力 我们的这个根据提给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空气阻力不计 重力不计 没了 什么都没有了 那么完了以后呢 他又给了这么一个条件 这是V0啊 这地方写的不好 这地方应该是V0 就是Omega 乘上大尔 原小一 原小一V0 通过这个条件呢 你就看到 后面的离心力 对于克里奥里利之比 可原小原小一 所以我们干脆略去不计 就得到这个 好 那么这个东西啊 我们知道呢 当然可以写成 就是MDV一匹 乘DT 是吧 除DT 那么这边呢 我们再改造一下 改造一下的话呢 我们改造成什么呢 我们把它改造成 就是Omega X乘什么呢 负的两倍的M 然后的话呢 是 哦 不 我看看 是 我这么写 我这么写 我这样来写啊 这个地方 首先的话呢 我们利用什么呢 我们利用啊 就是X乘 如果你把二者 颠倒一个位置的话 会怎么样 改变符号 对不对 所以第一步呢 我们就得到 就是两倍的M 现在是V1' X乘Omega 那么现在的话呢 是等于V1' 然后X乘 然后两倍的M Omega 我们就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写成这样一个形式以后的话呢 那么 按照教科书上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 做一些这个 去求解 但是呢 就是如果利用这个向量的 我们过去学过的向量关系 我们就看到啊 这道题不用解了 这道题为什么不用解呢 因为我们过去解过这样一道题 还记得吗 我们过去解过 就是DV 然后除DT 等于V X乘A A呢 是一个固定的向量 还记得吗 我们当时用这个是来讨论 磁场的运动 是吧 带电例子 那在我们这里呢 我们看到啊 在我们这里这个地方 这个向量所起的作用 就是A 对不对 你现在得到的这个方程的话呢 我再把它写一下 然后旁边再把它写一下 就是你把这个方程写出来以后呢 你看到呢 你这个方程就已经具有这样的形式了 你现在这个方程呢 就已经具有 就是M 然后DV一别 然后DT一别 哦 DT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V一别 X乘A 而A呢 在我们这个里头呢 就是等于两倍的Omega 哦 两倍的M 写错了 两倍的M乘上Omega 两倍的M 乘上Omega 就已经具有这样的形式了 具有这样的形式的话呢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 那么现在你不用再去重新做这道题了 你只需要套我们以前的结果 我们以前的结果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呢 就是 这个粒子一定做一个什么运动啊 圆周运动 还记得吧 一定是做个圆周运动 所以换句话说呢 它的轨迹啊 一定是在一个圆上 它的轨迹啊 这个粒子的轨迹 一定是在一个圆上 就是我用粉笔画 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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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色的粉笔画的这个圆上 那么它呢 这个 它有一个呢 当然了 这个我们 我看看 我又没有绿的 我是用绿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圆呢 当然是我们要求的 我们要求这个圆 那么现在这个圆呢 这个假如说呢 圆点在这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半径呢 这两条呢 就是换句话说 现在AB两点 都在这个圆的 圆上 都在圆上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话呢 如果我们现在 唯一需要确定的 就这个圆的半径是多少 因为根据我们过去 你记点要记住了 就是凡是受这样的 这个力 如果是等于速度 插成某一个固定向量 那么它一定 这个轨迹 一定是个圆 当然了 就是你有同学 如果有同学 记得清楚的话 就是如果 它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速度 是平行于 这个向量A的 那它会做螺旋运动 但是现在呢 我们是假设 沿着A的 沿着我们一个方向的 速度为0 是吧 那它整个就是做一个圆 就是做一个圆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唯一需要来决定的 就是R 把R一旦决定出来的话呢 那么这道题就解出来了 那么想决定R并不难 因为的话呢 在这个里头的话呢 我们在解这道题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呢 在做这个里头呢 在这种问题里头 那么有两个结论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轨迹是个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我不晓得还记得不记得 就是速率变不变 速率不改变 因为你现在每一时刻 所受的力 都是垂直于你的速度方向的 所以不改变速率 所以这个的话呢 对于这类这类方程呢 它的解 大家应该记住两点 第一它是个圆 轨迹是个圆 第二它的速率不改变 速率不改变的话呢 那我们就说什么呢 那我们知道 就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 我整个的这个运动里头 这个速率呢 都是为0 速率不改变 那好 那么现在呢 速率不改变 那么我让 我现在要求的是这个R 但是要求这个R的话呢 那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条件 利用于什么条件呢 速率不改变 那速率的平方 除以你这个半径 就应该等于向心力 对不对 说你轨迹的向心力 那这个向心力由谁来提供呢 这个向心力呢 唯一的就是由这边来提供 没有别的力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力的话呢 是提供向心力 那么现在的话呢 那我们就直接就写出来了 这两边的话呢 就应该是V0 然后呢 乘上A的绝对值 然后呢 再乘二者之间的加角 就是V0与A的加角 那我们看看 V0与A的加角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A啊 是这个沿着转轴方向啊 在这个指向这个方向 那么速度呢 是躺在平面里的 所以二者的加角呢 正好多少 90度嘛 对不对 所以二者的加角 正好90度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带进来呢 你就看到这边呢 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V0 那么A的绝对值是这个 就是两倍的M 然后乘上Omega 再乘上390度 因为现在的话呢 根据定义 Omega呢 是这个角速度的方向 角速度按照定义 是根据右手螺旋法则 对不对 所以是指向黑板外的 那么V的话呢 又是躺在这个黑板里的 所以二者之间的加角呢 是90度 所以现在要想定这个R 就是利用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呢 我们把它直接就写出来的话呢 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两倍的M 然后Omega 然后V0 那么现在呢 你通过这个 把这个方程呢 带进去 那你就 你就解除R来了 那现在呢 我们得到R是等于什么呢 我们得到的R 哦 写错了 我这边等一下啊 我那边 这边是加速度 那边是力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呢 应该是这样 这边是向心力 这边呢 是向心力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是他提供的这个什么 这边应该是 这个 别是M0 就是M M乘上向心加速度 应该等于那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来解这个方程 解完了以后呢 我就得到就是R的话呢 显然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MV0方 然后把这个两倍的M 然后OmegaV0 出过来 是吧 出过来 然后你解得的话呢 是等于V0 然后呢 再是两倍的Omega 两倍的Omega 这个呢 就是你这个半径儿 就是你现在这个轨迹的 这个什么 有了这个半径儿以后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回到这张图 回到这张图 那我现在我们就看了 根据我们刚才说的 在我们现在的这道体里头 那么现在这个子弹走的轨迹 应该是个圆 那么它的速率V0 是不改变的 是吧 是不改变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个半径呢 我们也求出来了 这个半径的话呢 是R 是吧 这个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唯一需要求的 就是这个角度θ是多少 这个V0是这么发射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要来求一下这个角度θ 这个角度θ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啊 你首先的话呢 我现在这画的不好了 现在这个 等一下啊 这个 现在这个显然是 已经是 这个速度啊 因为我们知道了 任意点的时候呢 这个速度呢 应该是切 与这个轨迹呢 应该是相切的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那V画的不好了 所以现在真正的V0呢 应该是沿这个方向 那么这个角度呢 又是θ角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显然是90度 90度以后的话呢 那么现在我唯一需要来决定出来的话呢 这个要决定这个θ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从这啊 这个圆心到这个圆心 我们连一条线 连一条线的话呢 这个是R 这个呢 是这个原来的原盘的 哎呀 我写错了吧 原来的原盘 写错了写错了 我写错了 等一下啊 现在这个新的 我们称之为叫小二 我看看啊 我看看这个 原来的原盘是大二 我们写错了 这个地方是小二 啊 原来的这个呢 是大二 是吧 原来这个是大二 现在这个是 这个新的 我应该用小二 那么现在 我看看 我在这儿用的是大二吧 哎 往哪儿 在这儿 在这儿 这个地方应该用小二 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轨迹的半径 不是那个原盘的半径 这个 好 那么 下面一个 这个什么呢 我们通过这张图的话呢 我们就又看到什么呢 这个角度是θ的话 这个就正好是90度减θ 那么现在这一段 除以掉这一段 就是大二 除小二 应该等于cos这个角 所以现在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大二 除小二 应该等于cos 在90度减掉θ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又得就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sinθ 等于sinθ 所以第二个条件呢 我们得到的呢 就是大二 从这里就得到什么呢 得到是大二 等于这个小二 乘上sinθ sinθ的话呢 然后的话呢 这个 这样一来的话呢 然后我们再把小二带进去 小二的话呢 在这儿是等于V0 然后呢 是两倍的Omega 往这儿来啊 V0 两倍的Omega 然后乘上sinθ 我们最后的目的的话呢 是要把θ用这些数表达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就得到呢 就是sinθ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得到就是sinθ 等于什么呢 两倍的Omega 除以V0 然后是大二 这样一来的话呢 你知道了Omega 知道了V0 知道大二 那么发射角是什么 就为这个式子来决定 一旦满足这个发射角 就能够保证你这个子弹呢 正好能够从A对 射到B对 是吧 所以在这道题里的话呢 我们看到就是利用我们过去已经这个学过的一些东西 你只要把方程写出来 然后的话呢 这个就是直接往里头套就是了 是吧 就利用我们过去的 这些结果 物理的有些有用的物理结果呀 大家应该记住 就是你像我刚才说应该记住的结果呢 就是如果你的相互作用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的话 如果你的相互作用是相互作用 说错了相互作用例 如果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你知道呢 这个指点做的轨迹呢 一定是个圆 同时呢 速率不改变 是吧 利用这些条件就可以很快的 就把这个 你所需要的 决定的一些量 就直接了当就决定下来了 是吧 这个 好 这个下面我们再看一道题 然后的话呢 这道题就是 我们先这样吧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看一道题 好吧 先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看一会儿 对吧 就先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看一会儿 我们再看一会儿